前几天在珠海航展开幕式上 俄罗斯勇士表演队寄精四座 不仅有双机爬高到顶点后 悬停几秒才改出的敲钟机动 还有惊险的迎面对飞交叉 但很多网友却对双机镜像编队十分好奇 想知道杜皮朝天这家 为什么不会断油熄火 同时还想到该机的滑油箱也是上下颠倒 那如何给发动机提供机油润滑呢 并且进一步联想 航天器在轨飞行时处于失重状态 又该如何抽取四处乱飘的推进器 让发动机点火呢 正在思索间一架A10攻击机一顿横滚飞了过来 那就看看它是如何倒飞公油的 只见其中段机身里有两个油箱 机翼那一段左右各有一个油箱 总容积7598升 仔细查看机身油箱发现 顶部都接了通气管以维持气压平衡 燃油则从底部管道进入倒飞油箱 这个小油箱有根带配重罚的通气管 将空气排到主油箱 而输出燃油的是一根三通管 下端管口也有配重罚 并且旁边还有根带配重罚的倒飞通气管 在正飞时 这个小油箱始终是满的 燃油从三通输油管下口排出 当倒飞时 这个小油箱里三个配重罚的铁块 都会向地面下落 导致主通气管被封闭 阻止燃油泄漏 同时输油管上口也被封闭 只从下口抽油 而倒飞通气管的配重罚则打开 使气压平衡 这样倒飞油箱就可维持大约一分钟倒飞 但总有人因玩得太嗨 而忘了翻转过来 结果乐极生悲 但在倒飞时 发动机又是如何获得机油润滑的呢 在航展上 最擅长翻滚和倒飞的是那些 用活塞发动机的轻型运动飞机 它们正飞时 既有流回油底壳 看起来和汽车发动机差不多 但这种油底壳会引出倒飞通气管 连接到有三通枪式的滑油分离器 其上端出口有个配重罚 连接一根三通管 一头通进发动机的气门式盖 另一头通入长条形的三通罚 只见罚心里有两个铁珠子 分别堵住上端开口并打开下端开口 此时机油就通过带油绿的管子 进入三通罚的下口 再从中间口排出 最后通入机油泵 使发动机持续润滑 正飞时 便在气门式盖里的机油蒸汽 经三通管从滑油分离器排出 此时倒飞通气管里充满机油 阻挡蒸汽通过 而倒飞时一切都颠倒过来 机油跑到了气门式盖里 油底壳则充满蒸汽 于是从倒飞通气管 向滑油分离器排气泄压 同时气门式盖里的机油 经三通管到达分离器 但被配重罚堵住 于是从三通罚打开的下口进入 再从中间出口排出 还是进入机油泵 同时三通罚上口被堵住 阻挡蒸汽进入 因此倒飞时依然能正常润滑 可见这种滑油分配系统 以及前面提到的配重货门式倒飞油箱 都是靠配重罚自动切换工作状态 所以非常简易可靠 但航天器的情形大不相同 在失重状态下 航天器柱箱里的推进器 呈液气混合状态漂浮 会造成发动机吸入气体 而点火失败 所以可将推进器 预先灌进柱箱内的弹性带里 柱箱则通过充气加压挤出燃料 以此实现液气分离 并且发动机的高温也会造成 附近管路里推进器气化 导致再启动失败 因此需要增加再启动装置 该装置有个收集推进器的主管 出口安装若干弯跃形叶片 称为蓄流器 输出管道的两端有单向活门 只允许流出 中间借一个带有内磨合的枪式 在失重状态时 由于推进器受表面张力主导 而十分粘稠 于是以大坨状粘在蓄流器上 在启动时 正排挤枪式冲入压缩气体 挤压磨合 管道就会一端排出推进器 一端从蓄流器抽取 使发动机正常点火 一旦航天器获得加速度 进入注冠的液体就会落到底部 从而持续输送推进器 这样在启动装置 就可保证发动机随时都能正常启动 由此可见 无论是针对飞机倒飞时 供油和润滑的解决方案 还是航天器的推进器管理系统 其基本原理都十分简单 主打的就是千年不坏 正如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